我叫麻日燦 他们都叫我小麻 也有人叫我深圳谢霆锋 有点东西但不多 对然后我是来自广西摆设德宝县 一个农村出来的孩子 然后我是一名街舞老师 也是一名主播 然后梦想就想成为一个舞蹈家 是一名街舞蹈家 是一名街舞蹈家 Dongmen Pedestrian Street located in the center of Luahu District is one of the most beloved traditional commercial districts in Xinjiang inside the shops are bustling customers on the street are crowds of visitors in the midst of the crowd Xiaon Ma begins his street dance livestream 应该是2023年的3月份 我们才开始直播的 刚开始10个人都没有 但是我们还是坚持的 坚持跳 每天跳3个小时到4个小时 上人上人 之前在保安 在公园有直播过吗 商场也有播过 地铁口也播过 去到东北的时候 我们吸引了很多 线上线下的粉丝 围着很多人 他们说我们这种是真功夫的 然后也不要正能量 我的话是属于就是小技巧型 然后带节奏带氛围 就气氛组那个 来321上 不要脱离 好成功了 稳住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 加油 Ma is also a street dance teacher 每天 他每天 他教在宝宝 和Luahu 在罗湾 在罗湾 乱动回来 都在城市 教学 和直播 我觉得 都是一样辛苦 肩膀上 腰上 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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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在其简 然后 我头顶上也凸了 几个月了 就上周 星期才休息一天 有想放弃过 然后也想 有在背锅里面 真的有偷偷哭过 真的 来点掌声 来点掌声 就是想把自己展示自己的财业 能够让大家认可 从刚开始 一个 的 就是想把自己展示自己的才艺 能够让大家认可 从刚开始一个人到十个人到一百个人到一千个人 现在到几千个人 昨天是将近五千人了 对 我们目标充一万人 礼拜之时就是我们的动力 谢谢各位哥们 站站不停 踩不停 觉得我们跳得不错了 每个关注 现在有近几千个人的电视运动员 在东面的街上 中央是最高的电视运动员 最多的电视运动员 P Susa are showcased their talents such as singing and dancing On January 15th, the Dongmen live streaming registering platform was officially launched Before long, Ma and his team will be registered and performing with a license and live streaming within the specific area, time period, and content according to their registration. 抖音这一块做好了之后,然后后期会就是开一个属于自己的舞蹈室。你只要努力,都会有机会,我是这么认为的。 I, Shenzhen, be your eyes.